大陸湖南卫视电视剧璀璨人生收视开红盘 登上冠军宝座 何润东的声势再度看涨 现在是忙死了的明星兼制作人 但是也泪出病了 不但重感冒拍吻戏 一个月之内还两度的扭到脖子 甚至现在还得忙着澄清有关他的绯闻 他说什么跟吴亚钦谈恋爱是个乌龙啦 想给谁就给谁 那就不是爱了 多角席题纠葛虐心 何润东主演的璀璨人生 登上大陆电视剧的收视冠军 何润东声势也再度看涨 忙碌的工作行程 再刚强的铁人也有疲惫的时候 在拍戏现场 按摩师忙着拯救何润东的脖子 日前才因为重感冒 加上扭到脖子而痛到失眠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 洗头时再扭到一次 这可把何润东整惨啦 不过除了工作 何润东还得应付绯闻缠身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不知道从哪里 飞过来的一个什么消息 何润东嘴里天外飞来的 绯闻对象就是女星 吴亚欣 有媒体报道两人恋爱 ing 好几年前泡沫之下 他有参与演出四年前 基本上跟他这四年多 都没有联络过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 像这样的一个乌龙事件 即使年界不惑 何润东的感情生活依旧神秘 王力宏闪婚才公开另一半 似乎成了男艺人的参考范本 我宁愿就是都不公开 然后等结婚的时候跟力宏一样 结婚的时候才那个时候才公开 就怕恋情见光死 不过其实何润东希望能在四十岁之前 结婚生孩子 算一算这时间不就快到了吗 记者松口不懂 我都不可能相信